今天我很兴奋 因为我恢复了中华民国台湾国籍 放弃了新加坡国籍 从此我可以和所有勇敢的台湾同胞站在一起 对抗中共侵略 保卫国土 让台湾永远和美国一样 成为自由之地和勇者之乡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面对中共的穷凶极恶 嚣张跋扈 台湾人的同仇敌概已经被拦起 今天我们要介绍两个行动计划 一个是要在三年内训练出300万 积极协助区域防卫的民间勇士 我们称之为黑熊勇士 可以和国军战士配合 组成没有漏洞的全民防卫 这个计划我会资助6亿元 让它加快推广 尽速达成目标 另一个计划是尽速训练出30万名以上的民间神社手 我们可以称它为宝箱神社 这个计划需要军方警方和各个县市政府加上民间组织合力来推动 这个计划所需的费用 如果各单位暂时预算不足 我愿意提供4亿元以排除困难 使之快速启动 这两个计划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卫力量 宣示我们全民皆兵抵抗侵略的决心 过去70年 中共时时刻刻都想挥军占领台湾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力 中共未来只能期望台湾内乱而自我瘫痪 他们会支援地痞流氓到处自视 或暗中捐助台湾一些品行低劣的名嘴政客 散布失败主义、投降主义 以造谣、挑拨、毁谤的方式来破坏台湾人民团结 削弱台湾人民的斗志 训练出300万黑熊勇士和30万宝箱神社 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计划 可以在心理上和技术上协助台湾年轻人 成为抗共保财的坚定力量 粉碎中共从内部瘫痪台湾的图谋 现在如果飞弹要打过来了 那我们现在到底要去哪里 我们要准备物资到底要准备多少 所以不论是无线电的使用、无人机的操作 认识任何机具上的操作 现场的管控、如何防灾、如何救护等等之类的 其实甚至一直到小部队的作战 还有怎么防身、怎么格斗、怎么射击 台湾都已经有这些专业的团体 那我们在此也希望呼吁大家 就是我们借有一个平台 希望能够整合各个专业的力量 开设这样的一些实体课程 必须要大量的种子教师 所以在前面半年的时间 我们应该会有大量的种子教师的一些培训 宝箱神社项目的总目标是训练出 30万名平民的 各位请注意 是平民的神社手 要让30万人什么呢 不怕枪 会用枪 敢射击 你相远去你表达 如果正确表达台湾的这个 对中共的愤慨 当然是可以去啊 可是你这样去讲什么 九二共识 台湾跟大陆各自表述 我是合法的中央政府 有这种可能吗 大陆会同意你这样子吗 一中在台湾以前 过去两奖定的时候 什么意思 就是汉贼不两立 叫一中 现在人家建了联合国 你在讲一中 就是让他来消灭你嘛 从我们1991年废俗动员刊乱持绩以后 我们就是两国 而且我跟大家讲 两国是毛泽东搞出来的 并不是我们搞出来的 这个国民党讲一中的时候 他说可以各表就是无说八道 或许是现在台湾最新的国民身份证 因为我前天才领到了 那拿到这个身份证心里是很安慰的 那么因为时间很赶我还没有去申请护照 所以我现在是一本副照都没有 没有任何其他国籍副照 我就是百分之百的台湾国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